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林梓桐,繼續有Stanley Stanley,你好 總結內地及本港股市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方面,上證綜合指數收市跌32點 收報3361點 深證成分指數跌70點 收報13328點 戶芯三下指數跌56點 收報4563點 港股亦都是,跌256點 全日收報23550點 國企指數跌801點,8210點 大股全日成交1256億 北水停了,下星期A股就沒事 今日差不多是,假期氣氛都非常濃厚 但都是要大隊的 不可以說大隊的,未夠四百四五百點都沒有說大隊 其實今天又跌的不是算多,只是在板塊又差 五國差 五國差,五國差 是啊 狂呼,要錢不要貨 大家好像是繼續 都是那一句 個別板塊的表現是真的,真是弱一點 今天來算,好像見到新能源車跌得比較多 是啊 其他又反而是科技股 你看過市今天跌二百多點 其實科技股表現都是差一點 阿里巴巴又好一點 阿里巴巴又反而有些撐一撐一下 一百十塊又拉來拉去 是啊,還有美股的時間 反而有幫助,又跌得多 是,有幫助拖了市場 但是沒有的 現在這個市,某程度上 因為今天A股就叫做下星期一開始放假 變了港澳還有半日市 這半日都是某程度上 今晚美股的行程是怎樣走的 會不會更熱烈呢 下個星期trade的氣氛 沒有啦,我想假期因素之下 大家都是等的,等消息 等過某個假期 因為你內地休市 又會有筆水這個 叫撐住 而且因為這一段時間 大家可能會比較關注 又是一些地緣政治的因素 而且美股這段時間這麼錯 所以你未來這幾天的時間 變化都可以很厲害 所以你說港股 你預計星期一 就是那半日市 是不是都是沒有多手 勸大家 不要多手 不要過三天 不知道美股玩什麼 這兩天看看有沒有特別消息 因為現在的事情都變得很煩 沒錯 今天A股都很奇怪 但是 今天A股跌完 又到升 然後收時又到插下去 是怎樣的 A股可能有地方轉 因為真的有些 可能有些自由效應 例如大家 可能大家 盤中那麼差 有效應 反而這段時間 你看到一些外資資金 都撤走 都可能估得比較多 都可能跟新年 或者長假期 有些關係 因為不知道長假期 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有些資金 要流出去 是合理的 不過港股就 真是看看 究竟 未來這兩天的時間 看看有沒有一些 特別的消息 不過 暫時看 你說23,500 就好像有些支持 不過就真是看看 外圍的做法是怎樣 你如果真是 假設再跌下去的時間 可能千里 大概23,100 這些為止 就是支持 這樣先 Focus 今晚 今晚你會叫大家 昨天 你就叫大家可以開市 是否昨天還是前天 就開始叫 叫 今晚呢 今晚怎樣玩 今晚嗎 不玩 我想看過股 TSM 你說你出賣 TSM 我覺得沒什麼 當然你說現在這段業績期 變成一些過股的消息 就會相對比較多 和密集一些 而且真的變成 真的好看業績的表現是怎樣 今晚應該就 蘋果應該會高 你看到現在 市前這些時間 都算是不錯 哪些都不錯 蘋果的盤數 都算是不錯 所以蘋果公司 今天應該的股價 都好些 看看能不能夠 可能帶到這個DOW LASDAQ上去 但相比之下 LASDAQ變數 是大的 因為你看到 TESLA的股價 昨天 就是昨晚那一刻 都已經是 跌了1成多 1成多 你說它的跌勢 停了尾 都還要再觀察 所以就變成 現在 沒有再做一步再看 因為現在先看看 蘋果公司 看看有沒有看得回 不過我看到 很多股份 暫時 就是美國 現在這個 叫做電子家的時段 這個時間 都叫做好的 都比較好的 蘋果公司 現在那個 叫盤口雞 升5%的 看看能不能保持這個勢 嗯嗯嗯 是不是呢 TESLA的股價 一天還沒好一些 定一些 香港那些 汽車 或者那些 造車的新勢力 都不可以好到哪裏 難的 其他兩者的關聯度太高 你說他們的股價 跟TESLA都有一個 我不說 TESLA跟當地很多的 新能源車 那批股份 那個關聯度高 但是香港這邊這批 跟TESLA也是高的 是 所以如果你是假設按道理 TESLA的股價 都是這麼不濟的話 似乎你說 這批給阿迪 小鵬那些 應該都麻煩的了 是 而且始終你見今次 TESLA 你看他的業績 其實我剛才做節目都說 他的業績幾項呢 其實是不差的 對版的 而且挺不錯的 是 但是問題是 本身現在那個 產能利用率 其實是不行的 最主要是 因為他都受到一些 可能供應鏈這些因素 拖累著 所以變了 如果大家這樣計 大家都可能會 擔心TESLA的事情 也都沒有 程度上 可能是其他機器車 身上都會發生 而且有一件事 就是說 本身 現在大家都可能 對於前景看法 都開始有少少的機會 沒有自然看得 一面都這麼樂觀 所以變了 你說對於他 我想他估計有機會 這一下 那個調整有機會 真的還未完 還未完 TESLA 我覺得還未完 還未完 所以你說要反彈這一下 都真的可以再觀察一下 不要這麼急著 因為為什麼這樣問 就是因為1、2、1、1 今天連220元都穿了 這些整數位 小鵬跌一成 你想叫做好一點 跌了3% 不知道今晚怎麼玩 是 所以 比亞迪很多人 現在都是在想 究竟 個底在哪裡 因為比亞迪雖然他健碩 但他也有些衍生工具等等 很多人都是想 什麼時候可以駁回上去 想一點 其實他要上幾元 或者1、2% 就算你買證股也好 都有些錢收拾一下 因為你的肉場費高 太高 所以我其實都說 你要買給阿迪 其實你要先衡量回自己 所以你買衍生工具 要不要加住能力 因為你真的高 但是現在你買衍生工具 你不知道那個指洩定在哪裡 難的 其實難的 其實是難的 連220元都敢死穿了 今天一夜洗一成一成下來 沒有的 你真是 可能沒聽 你變成 Tesla的價格都跌一成一 何況這一隻 而且本身這段時間 其實比亞迪今天 就不是完全沒有好消息的 你看到他今天也有個通告 就是說 他那個旗下那間公司 就是分拆去A股上市 應該是合批的 就是OK了 但是連這些消息 都對於他的股價 都沒有太大的幫助之下 都發現了 就是那個氣氛 都真的有幾差 沒有了 電動車這個概念 我程度上還是有得炒作 你說是否已經結束了 這件事 其實不要說他 新能源車的炒作 都是未完 只不過 你剛剛 其實這個業績期 你剛剛撞正 Tesla這樣就沒有辦法 真的 你只可以說現在 先守著 但是現在是否一個買的時機 又是那一句 我覺得Tesla 震動未完 還有氣氛 但是仍然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要厚著 因為車股 其實那個勢 又不單是給阿滴的 是車股的勢都差 嗯 是沒有錢 是啊 所以現在我會覺得 就算買一些又買車股也好 我程度上買一些設備股 可能勝算會比較大些 如果你要搏的話 設備股那一堆 都可能那個跌幅 可能有機會那個跌勢 我想沒有那麼大 第二就是說 如果當時反彈的時間 這一類的設備股 可能那些又會那個 就是那個彈貨 或者那個前景方面 可能還會比較樂觀 嗯 好 跟著呢 我們其實就來 過萬個年 很快又到香港這邊的業績期了 是 現在保持著 也有不少的公司 因為刑喜刑警 那些最近出的 沒錯 有很多也是 你有了刑喜之後 反而是倒隊的 哦 因為很簡單 最主要就是 雖然出刑喜 但是其實如果你看到一條數 大家對前景 對那條數 可能要死的業績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些資源股 嗯 那些資源股呢 其實你可以說 很多大部分的業績 就是你看到頭三季的時間 都已經出了一個型起了 所以你說第四季 就是某程度上 你不是太差的話 基本上都是 一定會發過全聯的型起 但是問題是說 第四季你看到很多企業本身 真的那個營起 第四季 其實是差的 因為在第四季都縮了 所以為什麼去到股價 就是出了營起之後都好 沒有支持呢 就是這樣解 所以那些又 特別是資源股 那一堆 就真的似乎 又真的 建議大家 資源股的暫時 可能先比一比 全部都是 絕大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說現在 你看那些版塊 雖然盈起都好 都是跌的 是的 2600 那些358 又還原基本步 那樣 沒有啦 其實說真的 你很多的營起 你看到頭三季的時間 那邊是很好的 我不是說很好的 都叫我OK 但是第四季 如果一條數的話 第四季那個的盈利 跟頭三季比的話 是沒有得比的 是差很遠的 所以變成了 為什麼它的股價 今天還會跌得這麼多 而且主要 大家可能擔心 可能今年那個表現 會比較頑 可能那個變數相對比較大 而且好像美金 昨天好像也有一升 可能雙倍價格也有些影響 所以這批玩法 就不要那麼拒絕 好 接著呢 不如說一下1772 有一個收購給當地的總統 來批評 1772之前 逆市叫做有錢賺 對 沒錯 幾支陰燭 都煩 又玩完了 彈完一棍又玩完了 好像港股 其實呢 它又差一點 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按道理 它依然做了一些收購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公司可能做這些收購 其實是叫做 將上下油整合 即它不斷可能做這些 變相就是令那個 叫自給率提升 什麼意思呢 因為它做一些跟理電相關的搬走 是 可能你要鞏固自己上下油的業務 變相之下 可以加大你那個營運的效率提升 對於你那個公司的業務發展沒有幫助 所以它做很多 所以你看到它也好 寧德時代也好 其實有很多的收購 這些是正常的 但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可能你說很多 它叫做向外廠的一些的收購 都可能會有碰釘 這些對於它來講 就真是 比較上叫做不利 但如果以這個辦法去看的話 其實按道理 就差不多了 所以它還會持續的 但當然 因為始終大家都可能有些 現在開始擔心 就是說 第一 叫做那個 電池 都有一個觀念過程的情況 第二就是說 因為現在內地方面 現在開始有 有些叫嚴酸鐵力的電池 成本高 即是貴 要轉到第二隻 要轉到三元里的電池 OK 那變成了你說到現在 可能有機會 對於那個行業本身 都會怎樣而離膽 所以變成現在 沒有 其實你說論前景的話 禁風的看法又不會差 OK的 但只不過 既然那個勢子好像還未改善的時候 那我再觀望一下 還有呢 接下來有一隻 什麼天齊里葉 都大的 對的 會不會搶了 即是將錢 由禁風那裏 又拿出來炒 現在又暫時不會 因為他都未上 未上 但有這樣的機會 有的陰影 但是 那又沒有 假設氣氛好的時間 一起炒 一起炒 其中一個氣氛 現在是不行 所以都是無法 等下 好啊 這次和Stanley談到這裡 Stanley有沒有持有 上次的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好啊 謝謝Stanley 大家看著美股 還有星期一半日時 到時再見大家 這節時間差不多 和Stanley談到這裡 等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